在边境的乡村里,共青团支部一个接着一个地成立起来,团去委会的人员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萌芽非常注意。 保尔和黎德整天都在那些农村里活动。 拉茨瓦里辛是不喜欢到农村里去的,他跟那些农村的年轻人合不来,得不到他们的信任,反倒常把事情弄糟。 保尔、黎德和农村的青年们交朋友,一点也不觉得困难。 黎德把农村的少女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,和他们成了好朋友,并且保持着同他们的联系,细致地引导他们对共青团的生活和工作发生兴趣。 区里所有的青年们都认得保尔。 民兵第二大队,吸收了一千六百个,快到入伍年龄的青年,参加了军事训练。 在那些农村的晚会和大街上,守风琴对宣传工作的帮助,比什么时候都大。 保尔的守风琴,使他跟青年们有了交情。 他那叫人入迷的琴声,使乌克兰农村的许多青年,走上了共青团的道路。 这支琴,奏起雄壮的军歌时,是激烈而热情的。 奏起有感情的乌克兰民歌时,是亲切而温柔的。 青年们倾听着守风琴,倾听着他的演奏者。 以前的铁路工厂的工人,现在的政委,仅共青团的书籍的讲话。 年轻的政委的琴声,和他对他们所说的话,已经在他们心中,融成一个和谐的整体。 农村里,已经可以听到新的歌声了。 各家除了祷告用的诗篇和圆梦的书籍以外,也出现了别的新书。 走私者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。 他们所要提防的,已经不仅是国境的哨兵。 苏外政府,现在已经有了许多年轻的朋友,和真诚的助手。 国境附近的团支部的同志们,由于渴望亲自捕捉敌人,有时,就做得过会儿一些。 结果,保尔不得不去援救他们。 有一次,博度薄奇共青团支部书记格里莎·霍罗沃吉科,一个蓝眼睛急性子,坚决反对宗教的好辩论的青年,通过他自己的线索,得到一个消息。 知道,一批走私物品将在某页运交当地的墨房主。 于是,他召集支部的全体同志,拿他们操练的枪和两把刺刀做武器,由他自己领着,在当天晚上谨慎地包围了墨房,等待他们要列举的对象。 同时,国家政治保安部的边境上所也探知了这个走私的消息。 并派出了他们的哨岗。 于是,两方面在夜里发生了误会。 多亏保安人员的镇定,工青团员在格斗中没有受伤。 保安机关的人员只是解除了他们的武装,把他们送到四公里外的邻村关起来。 这时候,保安机关正在加弗里洛夫那里。 第二天早上,营长把他刚才接到的报告告诉了他。 保安立刻骑马去营救他的统治们。 保安机关的负责人笑着把经过告诉了他,接着说。 咱们就这么办吧,柯察锦同志。 他们都是好青年,我们不能委屈他们。 但是,为着使他们往后,不要再插手我们这一部门的工作。 你应该吓唬吓唬他们。 卫兵打开舱门,十一个小家伙从泥地上站起来,难为情的,两脚捣唤着站在那儿。 保安机关的负责人生气地摊开两手说。 您瞧瞧他们,他们干出了这样的事情,现在我只好把他们送到州里去。 格里莎一听就动火了。 萨哈罗夫同志,我们干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呢? 我们只想尽我们的力量帮助苏维埃政府。 我们的眼睛老早就盯着那个富农了。 可是,你们倒把我们当作强盗关系了。 他说着,委屈地把身子扭过去。 保尔和萨哈罗夫两个,好容易板着面孔装强作势地交涉了一番之后,才结束了这场吓唬。 如果你负责保证,他们往后不再到边界上来,而在其他方面协助我们,那么我就好好的把他们放出去。 萨哈罗夫对保尔说,好的。 保尔说,我可以担保,我想,他们以后不会再给我找麻烦了。 整个支部,一路唱着歌,回到了波杜伯齐去了。 这件事情没有声张出去。 牧房主也很快就被逮捕了。 这次是依法逮捕的。 德国移民在麦丹别墅一带的森林田庄里,过着优越的生活。 那里有一些妇农庄院,彼此相距半公里,建筑得很坚固。 庄院的房舍旁边都有些附属建筑物,像一些小小的要塞似的。 安托纽克匪方,就窝藏在麦丹别墅里。 这个沙皇军队的司务长,把他的亲属组成了一个七人帮,在附近大道上持枪打劫。 他们杀人不眨眼,既不轻饶走私商人,也不放过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。 安托纽克的行动诡秘神速。 今天,劫略两个农村合作社工作人员。 明天,又在二十公里以外,解除了一个游递员的武装,把他抢个金光。 他和他的伙伴戈尔基比赛。 这两个匪手一个比一个坏。 州里的民警和保安机关为他们费了不少的功夫。 安托纽克就在别里斯多夫附近活动,因此进城的要道都成了危险的地带。 这个匪手非常难以捕捉。 当他觉得危险的时候,他就躲到国庆县外面去了。 过些时候,他又出人意料地出现了。 每当听到这个难以捕捉的危险的野兽进行血腥的袭击时,李希增就烦躁地咬着嘴唇。 这条毒蛇,还要祸害我们多久呢? 畜生! 等着瞧吧,我一定要亲自捉住他。 他咬牙切齿地说。 有两次,李希增抓住了匪徒的新的线索,亲自带着保尔和另外三个共产党员紧跟追捕。 但是,安托纽克还是逃走了。 为了剿匪,周里派了一小队人到别里斯多夫来,负责指挥的人是一个花花公子式的人物,叫菲拉托夫。 这个傲慢地像小公鸡似的家伙,不遵守边防军的规则,认为没有向执委会主席报到的必要,竟擅自把他这一队人开到附近的小村庄谢马鸡。 他带着这一队人在夜里进了村庄,驻扎在靠村边的一个小房子里。 这一群全副武装的人来历不明,行动又是那样鬼与碎碎,就引起了临摄一个共产团员的注意。 于是,他就跑去报告村苏外主席。 村苏外主席事先一点也不知道这支队伍的消息,就以为他们是匪徒,急忙派这个团员骑马向驱里报告。 为了托付的愚蠢,差一点儿让许多人白白地送了命。 利西曾夜里得到关于匪徒的情报,马上集合了民警和十来个工作统治,骑马赶往谢马鸡村。 他们迅速地到了那家门前,跳下马,穿过篱笆墙,冲到了房门口。 门口的哨兵挨了一枪托之后,像口袋一样倒在地下。 房门被利西曾有力地肩膀一撞,哗啦一声开了。 接着,他们就冲进了一间灯光暗淡的小屋子。 利西曾一只手拿着手榴弹,做了个预备投掷的姿势。 另一只手紧握着毛色枪,他大喊了一声,把玻璃震在之下。 赶快投降,要不我就把你们炸烂。 再迟一秒钟,冲进屋里来的人们,就会对刚从地板上跳起来的,没睡醒的人们扫射几梭子。 那个手里拿着手榴弹的人的样子,是那样可怕。 十来个人的手,都举起来了。 过了一分钟,当这一小队人只穿着衬衣被赶到院子里的时候,为了托夫看见了利西曾胸前的勋章,他才说起话来了。 利西曾气得发疯,愤愤地催了一口,用极端蔑视的口气骂道。 农宝! 德国革命的消息,传到区里来了。 汉堡巷战的枪声,似乎也传到了这里。 边境线上的人们都激动起来,大家抱着热气的希望,读着报纸。 十月革命的风,从西方吹来了。 要求加入红军当志愿兵的申请书,像雪片似的递到团区为来。 偶尔竭力说服各共青团支部派来的代表,向他们说明,苏联是采取和平政策的。 它现在不打算跟任何邻国开战。 但是,没有什么效果。 每逢星期天,各支部的团员都到镇上来,在神父的大花园里集合举行区团员大会。 有一天中午,整个不度勃起共青团支部,向军队式的排成队伍,开到区委会的大院子里来。 鲍尔从窗口望见他们,立刻走出去,站在台阶上。 以格丽莎为首的十一个青年,穿着长靴,背着大袋子,在门口站住了。 鲍尔吃惊地问。 格丽莎,这是怎么回事儿? 但是格丽莎,只向他丢了个眼色,两个人,就走进屋里去。 立的,那次挖里心,和别的两个团员,把格丽莎围了起来。 他把门关上,严肃地皱着他那淡色的眉毛说。 同志们,我再进行一次战斗考验。 今天,我向我们支部的团员们宣布,从区里发来一个电报。 不用说,这是非常机密的。 宣布我国与德国资产阶级的战争就要开始,而且不久还要和波兰资产阶级开战。 莫斯科已经发出命令,要所有的团员都上前线。 那些害怕的,只要写个申请书,就可留在家里。 我命令他们,不许向任何人提起战争的事情。 不过每人都必须自备一个大面包和一块腌肉。 没有腌肉的,就带些大蒜或洋葱。 一个钟头后,在村外秘密集合。 我说,我们先开到区里,再由区里到州的中心,在那里领武器。 我这一宣布,可真起了作用啊。 他们就向我问这问那,提出各种问题。 但是我说,别多问啊,照我说的做吧。 谁要不去,就写个声明说,因为这次出征是志愿的。 接着,大家就散了。 哎呀,我提心吊胆,恐怕结果一个也不来。 要是这样,我只好解散这个支部,到别的地方工作去。 我坐在村外等着。 不久,一个接着一个都来了。 他们有些人是才哭过的,不过节力也是的。 他们一共十个人,全都来了。 一个逃避的也没有。 你们想,我们波度波齐的支部怎么样? 他高兴地结束了他的话,得意地用拳头捶一下胸脯。 当丽德很生气地开始责备他这一举动的时候,他惊恶地睁大眼睛看着他。 你教训我干什么呢? 这正是一个顶豪的考验呢。 这就可以把每一个人都认识清楚。 哎,为了更像真的,我还想把他们领到州里去呢。 可是,他们都有一点累了。 现在,让他们回家吧。 不过,柯大金同志,你一定给他们讲讲话。 要不,这次怎么回事呢? 不来一场演书,是不合适的。 你就说,动员令已经撤销了。 可是他们表现的英勇精神,是光荣的。 保尔很人少到州的中心去。 因为出门一次,就要耽误好几天。 而本地的工作,又要他每天都在区里处理。 可是拉斯瓦里信一有机会,就到城里去。 他每次进城,就把自己从头到脚武装起来。 暗暗把自己比作库白小说里的主人公。 他很喜欢做这样的旅行。 他一走进森林里,就向乌鸦,或是机灵的松鼠开枪。 要不,就拦住那些单身的行人,装作真正的调查人员的样子,盘问他们。 是什么人? 从什么地方来? 到什么地方去? 快到城跟前的时候,这才收起武器,把步枪往干草堆里一埋,手枪藏在衣袋里,像平常的样子,走到州团委会去。 说吧,你们别里斯多夫有什么新闻? 但,费多托夫问他。 在州团委书记费多托夫的办公室里,永远有满满一屋子人,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找他说话。 在这种环境里工作,要善于一下子能听四个人说话,回答第五个人的问题。 同时,手里又写着什么才行? 费多托夫非常年轻。 可是,他在一九一九年,就已经入党了。 只有,在那个战乱的时期,一个十五岁的年轻人,才能当上党员。 拉斯瓦里辛对费多托夫的问题,随随便便地回答说。 先完是说不完的。 一天从早忙到晚,哎呀,所有的漏洞都得去读。 要知道,在那么一个毫无基础的地方,一切都要从头做起。 现在,我们又建立了两个新的支部。 你们叫我来,有什么事情啊? 说着,他很老练地坐到靠椅上。 经济部主任,克雷姆斯基的视线,从一大堆公文上,暂时移开了一会儿,回头看了一眼,说。 我们是叫克扎金来的,并没有叫你。 拉斯瓦里辛吐出一股子浓烟,然后说。 克扎金啊,不愿意到这儿来,所以连这样的事情,也落到我的头上了。 唉,有些书记可舒服了,什么事儿也不做。 只有像我这样的笨驴子,才可让人骑在背上到处跑。 克扎金一到边境去,就是两三个星期不回来。 我只得把全部工作担当下来。 拉斯瓦里辛故意要人觉得,只有他才是区团委最合适的书记人选。 我总不喜欢这个家伙。 当拉斯瓦里辛离开的时候,菲多托夫直率地向州团委别的委员们说。 拉斯瓦里辛的把戏无意中被发现了。 有一次,利西曾到菲多托夫那里去取信,每一个到州里去的人,回去都要把别人的信件捎回去。 他们谈了很长时间,于是,拉斯瓦里辛便被揭穿了。 不过,你还是要把克扎金派来让大家见见面,我们都还不认识他呢。 利西曾临走的时候,菲多托夫这样说。 好的,但是有个条件,你们可别打算把他调走,我们是无论如何也不答应的。 利西曾说。 这一年边境上的十月革命节,空前热闹。 宝尔被选为边境上各村十月革命节纪念委员会的主席。 在露天大会之后,临近三个乡村,到波杜伯齐来参加大会的五千男女农民,列成了半公里长的游行队伍。 由民兵大队和乐队领头,举着大红旗,从波杜伯齐向边界前进。 纵队秩序延长,有组织地沿着国境界标,向那几个被苏联和波兰之间的国境线,分成两半的村庄进发。 边境的波兰兵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。 营长加弗里洛夫和保尔奇马走在最前头,后面响着同号声,红旗飘动的花花声和此起彼伏的歌声。 农村的青年男女都穿着他们最好的衣裳。 成年人的脸是严肃的,老年人是庄严的。 而少女的笑声,像银铃一样,穿得很远。 人群,像一条大河似的,从肉眼所能看到的远处流来。 这水流的低暗,就是国界。 但是,没有一只脚踏过界线,跃出苏维埃的国土。 鲍尔让这一股人的洪流通过身边,在他们中间,响起了共青团之歌。 从西伯利亚大森林,到不列颠的海滨,最强大的力量,是红军。 接着,又是女生合唱。 哎,在那边山岗上,妇女们收割忙。 这一っぐ温暖。 请站C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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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EN 演示 much more encouraging it by ourselves及喜nder встреч? 也可以缜abile? 比賽才不要像一个烏 Jeezory. 在这里边开凌我们的筒息時間条例,从一个短暖, 我们失败我的筒来的新人生術它是六秒钟。 因此它夠重处于我就这样包迷扱了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